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海底撈的火鍋套餐 那這一組多少錢 這一組是1188 1188 那兩組呢 平均999 平均只要999 好 這個大概3到5 3到5人分 對對對 乘以2 不到2000 對 不到2000 不到2000你可以吃幾個人 我可以吃6到10人分 對 從一個人大概300 我快點要給搞定 那我們這次應該的呢 跟我們市面上的海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家亮啊 這個過年版的到底要特別豐盛 這大概大概多了3分之1 多了3分之1喔 而且人數大概3到4個人 但是如果大家會使用的話 他吃到5到6個人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的湯特別濃 那湯底的話 我看了一下比例湯 對840C的水 對 差不多 那這邊要對到1.5 可見這個湯底非常多 對 那兩種口味 一個是麻辣 一個是三鮮 如果想做個鴛鴦鍋 一起 哇 那個料真的很多 因為我們在拍攝現場 有剩的料滿多的 它有8種料 對 如果說我們只用它的湯底 然後用自己隨便去買 從賣場買回來 或者是便利商商買回來的 什麼魚腳下腳 那肯定是不對味 差很多啊 你知道就是等級不一樣啊 是啊 要吃要吃好一點 所以這裡面的料 是跟我們在海底島的料理一樣 它就是同一組啊 兩種口味 大家一起買 就是鴛鴦鍋 也真的就是吃到這家店的精髓 大家每次在選購這種組合的時候 都有一個心理章癌 就是說 我每次聚餐的時候 我比較便宜 因為我那邊 它可以隨時放得下湯 其實我們自己在家裡的話 我們自己用高湯 會用水 對 其實它是划算的 而且其實我們到餐廳也剩下的不能外帶 而且其實我們到餐廳也剩下的不能外帶 這個東西這個我無盡其用 譬如說麻辣鍋或三千鍋的湯餅 這個用途多咧 那你的湯頭還可以拿來做事情喔 對啊 對啊 如果我們湯頭留下來 再煎個蛋 加一點麻辣湯 弄個高麗菜 加一點麻辣湯 麵 豆腐 我要煎個豆腐 麻辣豆腐 就變成麻辣麵了 是 麵一碗都幾百塊 是 所以說這個湯底就不要浪費 我們用完做別的料理 我覺得都很順順 所以不經其用 我們不只吃火鍋 我們還吃到這家店的料之外 之外呢 就是它的湯頭 我們還挺拿來做各種料理 多年在家就只有同居 對 你家有麻辣鍋的地方 你就有客人